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明天的這個活動就是經驗值返環這個規則 他就是簡單來說就是把之前經驗合併之後 有一些玩家等級是高於80的 那系統他把這個高於80的經驗值把它吃掉了 不過因為這次有推出這個高級經驗合併的關係 所以他官方就決定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藝術的經驗值把它返環給大家 好,那這邊我們先簡單講一下這個他上面提到的東西 第一個返環時間是明天7月3號的維修進行返環 也就是說大家到時候維修之後把這個角色開起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還你了,已經還你了 然後他的計算區間是有兩個 一個是2018年11月14號到11月28 然後還有一個2019年1月28到2月13 那這兩個簡單來講 前面這個11月14號就是槍手那時候經驗合併的活動 然後1月28這個就是龍鬥士經驗合併的活動 所以現在來講有關係的就是槍手跟龍鬥士 那他這邊有寫一個返環對象 有購買經驗值合併的槍手跟龍鬥士 在返環因等級上限最高80而被系統回收的經驗值 那這句話怎麼解釋呢 當初如果是假設你是85級 你85級的角色譬如說騎士好了 你要給龍鬥士吃 可是因為他那個等級設定最高是80級的關係 所以當你把這個85級的騎士轉給龍鬥士的時候 基本上他會先扣你20% 他會先扣你20%的經驗 然後再把這些經驗把它灌到龍鬥士身上 可是少了20%的經驗值灌回龍鬥士身上的時候 他一定會超過80級 但是系統設定的關係 這個高於80級0%的經驗值 他通通都會把它吃掉 而高於80級0%的這些經驗值呢 他就是所謂的溢出經驗值 那他這次要還你的就是溢出經驗值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他怎麼還呢 我們先用一個比較簡單就是他這個範例2 他是用槍手來舉例啦 他是說如果槍手那時候你有買合併經驗的話 我們假設是吃妖精 我們吃掉這個85級的妖精 那你把你用槍手把妖精吃掉之後 他不是有溢出經驗值嗎 然後溢出經驗值的部分 如果你現在槍手還在的話 他會把溢出經驗值還給槍手 那同理啊龍鬥士下面 他下面這邊有一個第三個 同理喔如果你那時候用龍鬥士買經驗合併的這個商品 那龍鬥士現在還存在的話 如果你沒有把他刪掉 或者是沒有把他給安黑騎士吃的話 龍鬥士那時候高於80級的那些溢出經驗值 他也會還給龍鬥士 好那比較不一樣的是他舉例的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他用槍手來舉例 假設今天我們一樣用這個妖精來說 假設今天槍手出的時候 你用槍手把妖精吃掉 好然後再來 暗黑騎士出的時候 你又用暗黑騎士把槍手吃掉 好那這時候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第一個是槍手你可能不練了 那他第二個是你有可能把槍手刪掉了 好所以他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會把經驗值 原本應該是還給槍手嘛 但是槍手已經不練或是不存在了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還給你最後合併的這個職業身上 也就是暗黑騎士 好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他返還的經驗值的 這個溢出經驗值的比例是多少呢 這個網站上沒有寫 好所以在我們的理解裡面 他應該是把溢出經驗值100%的還給玩家 好100%的還給玩家 沒有做任何的抵扣 那這個可能跟韓版有一點不同 韓版好像還了80%而已 他沒有還100% 但是台版的網站現在是沒有寫 所以我們的認定是100% 然後你要注意一下 他這邊有寫說 若獲得返還經驗值之後 角色經驗值超過100% 也就是說他還你之後你會升級嗎 你應該要升級喔 但是你現在因為沒有打怪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會超過100% 你就隨便去打一隻怪 或者是解任務之後 反正獲得經驗值啊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那些經驗值 把它換成等級升上去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經驗值合計 這個溢出經驗值返還規則的這個說明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話 大家再麻煩在這個影片的底下留言 小編會盡快來幫大家來做一個解答 好那如果喜歡小編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